为武营的艺术文化中心未来完工启用后将会更加带动周边观光 对面三十几年历史的凤甲国中不让中央建设专美于前 去年初申请经费做校门美化工程 现在不只围墙有了显著变化 还铺设了平坦的通学步道 颇获学生家长的好评 蘑菇造型的凉亭附有脚踏车意向的风车 这些五彩缤纷可爱的设施 仿佛从童话梳理活生生班到现实 其实这里是凤山区的凤甲国中 校门内的学生休闲场所 重新改造后扑获师生好评 刚好因为我们学校是跟卫武营是邻居 那为了要跟卫武营做一个呼应 因为卫武营未来在104年 两庭院完成之后 它其实是艺术人文是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校园整个的氛围 跟艺术人文的气息 是跟卫武营这个部分能够做结合 那当然整个卫武营的开阔的空间 也是我们的教学的户外的园区 校内值得拍照留念 会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的地方 还不止休闲区 校门外的围墙设计也大有玄机 桃片上的书法都是前任校长的作品 除了美观更是要提醒学生 品德修养的重要性 学校的这个大门跟通学步道 当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希望 把学校的人文艺术 以及学校一些现有的资产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书法家 陈正邦校长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些 国宝级的书法家的书法 然后跟学校的一些愿景跟理念 跟一些想法融到通学步道 所以于是我们就要求设计师能够在 那个设计的时候 就是把凤甲的意象 跟这些人文艺术的东西融合进去 魏楚魏武营正对面的凤甲国中 为了不让未来的艺术文化中心 专美于前 致力于学校门面及校内景观的改造 誓言要给学生一个良好 优质的上课环境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